OK,现在这是一场抢三的中韩对抗赛 左边中国小孩,右边是韩国的美德克F,库玛 美德克F现在首发是上了CRV这个放电的妹子 对战小孩,放火了 巴神安 巴神安现在又把对方回夸退版了 想要压百合车,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压制 对方直接出来 巴神安现在被关特索了 能关得住小孩吗 小孩这里直接确反升龙,好,不错 学厉害来说,小孩在一个绝对优势了 对面被他偷了下段中脚 黄毛巴神,你看到没有 黄裤子,黄衬衫,黄头发 黄毛巴神,对战红头巾的纳吉德 这脸了个是啥呀,小孩 确认失误了,没脸上 好,再加起身 挑递递,下盘轻腿摸掉,没摸到 啊,居然输了,居然连招都忘了吗 好吧,来看一下这边 双超杀了,两期待定点,电池闭魔,电池炮,真疼啊,48点打多血兄们看一下,伤害太恐怖了,现在高尼斯要给小孩来一个同样的啊,双重超比杀机 还有一个顶点来了 现在双方的资源都不是特别多 想用战中腿打,打一个去擦合 所以拿进,带头到 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气 能加满气吗 没有 小孩总是想用中距离的站中脚打擦合 好了,比赛开始 继续来自于现在的对局 左边是小孩,右边是韩国的阿库马MEDKOF啊 MEDKOF 阿库马还是选择了希尔维队自己的手法 不说话呀 开心过呀 别人哪去了 没动静呢 欢迎凤,欢迎凤隙啊 晚上好,欢迎凤走 这边都行啊 我怎会订阅 都会呀 吸都不吸了 真疼啊 有利的机会啊 小二边稳的 对面高尼茨现在虽然说占有许多优势 但我不觉得 他最终能够拿下这一分子 比赛是抢三子 拿下这一分就等于拿到赛点子 哇 现在小二在挑起他呀 血量太少不敢轻易的过去 跳也不敢跳 哎 恐怕不着急 反正我血比你多 有本身就一直给我耗时间啊 你看还是不注意跳 小孩就等他才跳啊 小孩说我血不多 我就跟你归啊 哈哈 这边蓄力机没啥用了 被缺反了 起码血量满血 而且能量领先对方一气啊 四气 高尼茨更新之后得到一点加强的 好 刚才第一之后才是发起角落的得 好 好 压制小孩走生龙 可惜啊 这里被高尼茨要来顶点了 一气再加一个分系疼了 啊 韩国的麦克艺夫阿空马要拿下这一分了吗 哦 这要疼啊 啊 还有机会小孩 还有五条街 读一把bc 确认bc的机会 小孩继续来看这场赛典之战 到底谁能向到最后啊 八一这个黄毛八神早就上来 哇去啊 怎么没有战斗力了 对不对 嗯 我恰不玩 我恰不玩 哦 这个跳路漂亮 怎么是 啊 我又是一加三啊 哎呀 这王啊 用 影子的两来狙杀了对面的 韩国人现在是 啊 两个赛点 嗯 小孩来劲了 哎 裸爆了 所以还要扑该了 他刚才说了一句啥呀 来 懂粤语的兄弟啊 广东的朋友 来 咱们在下面翻译一下 哎 哎 拿下 还是不熟练啊 最近一直在苦练G86啊 全王十五这边就扔下来了 哎呀 不好玩 完了 还有个点点 哈哈哈哈 又到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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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